哇,破掉了 破掉了 每次去塑膝還是幹嘛,然後就摔啊撞啊 然後牢梯又破掉了 好,出完了 今天先來介紹一下,最近蠻火紅的DRG2 這個綠色,真的是不錯,會變色的 稍微,稍微會嗎? 好,演談 那今天落地的部分的話 有一些小東西就是標配,要上去 那先介紹一下這位迂客人 它已經有一台爆帶的POSE 突然某天,直接就來到店裡跟我說 我要訂車,我那媽傻眼 然後我就說阿你的POSE呢 他說喔,留著繼續騎啊 你看,都有愛 看到新的就想要 然後二話不說,連講都沒有講 直接就來到店裡,直接填完資料 直接就買車了 那這一次要換哪些東西 我等一下看一下菜單 好,菜單的部分 菜單的部分就在這裡 有8公特的後照鏡換鏡座 8公特的後照鏡換鏡座 然後8公特的貝殼鏡 七龍珠我馬套 然後寶麗萊 瑞杯的前沙 AK50套衫 然後金屬油管 就這樣,GO 首先就是寶麗萊的行車紀錄器 然後這台是小瘋音279 目前大家做法基本上都一致啦 然後就兩派的做法 一派就是挖在小盾 就是小盾的這裡面 另外一派就是做在這裡 但其他外掛的那就不討論了 因為畢竟大家想要秀功夫的時候 就是喜歡多做一些手工 然後打開 再打開 其實我已經挖好了 因為我這個可能釣得很多塊 我想說先做好來的時候 直接拖下去我就不用浪費時間 然後這個已經挖好 然後 然後 然後已經藏好了 就這樣 然後小盾輕鬆拆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要截止這個試袋 然後裝上我們的試袋 沒錯 其實這應該最後才裝了一盾 還要拆其他的東西 但為了演示 所以我先來拆一下 這一套第二天 那昨天行車機會去裝的差不多 然後現在要來換 卡錢 那這次使用的卡錢的部分的話是 等等你就知道 我先抽泳 因為現在地面有點亂 有點複雜 好先抽 抽起來 差點忘記 他還要做內關組 啊 一車要落地開 好累喔 有點懶 最近身體有點累 OKOK 陣陣 弄起來 啊 弄不動 前抽 換眼 第一次紅紅的 這次的內管設定的部分的話是使用瑞菲的3K彈簧 另外加了一些配件像是這次的內管設定的部分的話是使用瑞菲的3K彈簧 另外加了一些配件像是這次的內管設定的部分的話是使用瑞菲的3K彈簧 這個蠻厲害的專利型之中主義 那麼他就是說壓力大或小 就衝擊的時候大或小他會去幫他做一個控制 這個蠻特殊的 原理是怎樣 請上官方網站查詢 還有緩衝小彈簧 黃色的土油風有土龍 好啦繼續組裝 基本上內管的設定 就是做完之後 他是那種能夠順暢滑順 而不是造成那個阻尼棒狙桿 狙桿的情形的話他可能在作動上面就會沒那麼順 所以每隻的話我們都要去抓一下他的順暢度 那這隻的話就還要再調校一下 要多到兩隻盡量是一隻的 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瑞碑的部分的話他的土風是屬於比較緊的 那所以在這部分的話就會比較難做到很順這樣 接著呢就是把這自動阻尼器放到彈簧的這邊 然後插進去插進去就可以完成了 這樣這樣這樣 WUHU WUT 為各位介紹一下我們近期在做的龍爪套餐 非常的便宜 而且是含裝完工價 那麼有標配的一個龍爪造型的輻射卡座 然後搭配AK550的卡鉗銀色 如果要黑色的話就是另外再架構就可以了 然後會有送一條金屬油管 直接做的好 那至於疊盤要不要再架構就看個人 時暴時消 這是很便宜的套餐 不用拖換你就可以完成輻射卡鉗的一個升級 這隻龍爪的卡座啊 他的直速感應線的話是可以內場的 不過因為內場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會有點髒的時候有點卡卡的 所以要先用手動校正 避免卡座變適 或者是減到那個直速線 所以這都是手動的部分 要先讓它到安全的地方 就像這樣 然後來確定一下 我們的直速感應鏈能不能動 可以動的話 然後就平貼了 基本上就完成了 本次的主角 BLAMBO 輻射 然後搭配專用的卡座 龍爪套餐 7000多塊可以完工 好 我們卡鉗已經放上去了 那麼其實這一片疊盤啊 還有它的卡座 自動效果其實就已經平破了 所以基本上像這樣 我剛才另外 就蠻完美的 使用在調整 很方便 目前做了幾台它都是一樣 沒什麼太大的公差 因為有時候怕是東西會有公差 或者是原廠的部分會有公差 不過目前這樣看下來 這幾台 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做人 印製的綠色油管 搭配它綠色的頭部 好像看不太出來 綠色 嗯 好 綠色我有這嘛 老樣子 現在灌完煞車油了 一樣測試一下煞車 那裡面一樣是可以輕鬆抽取 也就代表它的公差已經做到非常的match 所以很好抽擦 那因為這個輪框它是全新還沒起的 落地框 所以裡面的培林 還算是比較緊的 因為要怎樣去看就很簡單 最主要就是看 萊莉能不能順暢的這樣拿出來 然後再置入 所以有的人會說那幹嘛要拿萊莉 就是呈現一下我們自動的效果 那剩下之後轉幾圈就交給培林自己去磨合了 因為培林新的裡面會有一些牛油 或者是所謂的細油 不管反正裡面只是有比較濃稠的油 它就需要時間去把它軟化、液態化 然後它就會比較順 新車落地改 就要改暴力斧的複合來令片 漂亮啦 早就準備好了是不是 只是我剛才在開拆卡鉗的時候 發現超屌的事情 三兩人超怕噴的 所以它的插礁裡面有一個吸扣 然後有一個吸扣 然後又有一個R消 超屌 超怕噴 是怎樣 我不知道 就我們之前遇到的客人是沒人噴過 我不知道怎麼騎的 太厲害了 然後後疊盤也要更換一下 帥啦 來片FAR的SA系列後疊盤 漂亮啦 為什麼要一直換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它的時候要買車 然後接著它就開了一堆清單 然後我們就是負的叫貨 然後漂亮的安裝 大概就是這樣 完成 從這邊 好就是這邊 丟上去 丟 丟 丟上去 好就像這樣 就完成了 鎖回去吧 二話不多說 鎖就對了 其實原廠的來臨 或者是改裝的來臨 在DRG後面的一顆卡點 都有一些法 像這片是原廠 它非常的緊 如果這樣推的話很緊 要拿的時候 拉不出來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借助工具 這是小事情沒錯 但是這樣會影響到說 今天煞車的一個手感 以及它的魔號程度 還有靈敏度 所以在我這邊 就會加工一下 修了一下我們的邊框 讓它輕鬆的好置入 就是這麼輕鬆 其實概念就像是前面的卡點一樣 它只有輕鬆的好置入的時候 它的魔號平均值會比較漂亮一點 不會那麼快磨完 然後也不會讓你的手感那麼的差 雖然這是很細小的東西 不過很多東西就是藏在細節裡 這邊都很鬆 這樣 舒服 拔去 欸 我腳都扣位了 要拔去的時候 只要用手這樣就可以拉出來 OK 最主要的話其實就是它邊框做太大 稍微大了一點點 好像剛剛做完那件事情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像現在的樣子 你要看到輪胎 它刷起來的話就會比較順一點 就不會夾得那麼的緊 那這就是一些小細節 大概三圈多 等一下這是全新的車都還沒有開始起 所以包含指輪油還是原廠 它的濃厚度都會比較高 我們在這個條件情況下 還能大概在三圈其實表現算不錯 那麼良好的情況應該會是到五圈左右 在不換培領的情況下 我現在都是以全車最原廠 然後我們早就做過DRG的一些經驗 就把它套用過來在二代上面 一樣是非常的有效 接著就是底盤的部分 那麼這個就是七奇的引擎吊降 不過換了恐龍剪正塊之後 你的馬鎮桿會再少一些 所以這個東西算是必備 不過這個耗材 所以大概幾公里就要換 好像它是說一萬吧 超級了 因為這個之前一代就已經都賣過了 那客人也是直接指定要上這個東西 比起等一下會換的看套 那我使用的是捷諾 捷諾的部分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舒適型的 所以它是一個GU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塑缸的 那兩個在穩定性或者是舒適性 是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一個差異性 那客人目前還沒回我 所以我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好繼續喔 昨天一個太混亂 然後什麼都沒錄 對 當然也是的 每次想要錄 然後就會有亂錄的工作 然後很混亂 真的超級混亂 好啦這台DRG龍2 總算是完成了 我歷時了兩天 一天 因為終於下午 只有在趕其他的事情 然後就草草的 草草的 不是草草的施工啦 就是趕快做一做 然後趕快去做其他台 然後兼著其他台的浪床 直接又回來做這台 所以什麼事情都沒有錄 好 那麼已經組裝完成了 那等等最後一part 就是送他一個超硬的 車牌光 因為這個車牌在下面很容易去卡到 所以容易歪 那麼現在介紹一下 首先 就是行車記錄器 目前大家都是裝在這裡 當然 這個東西嘛 我覺得 是這樣吧 反正就是隱藏式的前進口 然後換了巴風特的後照鏡 加萬象座 至於目前調的位置好不好看 但我不知道因為我現在是雙配的 就是隨時都可以折 因為我真的找不出OK的位置 再等車出來 我們再好好的 設定一下 然後選了七龍柱的握把套 but 長度的關係 所以 嗯嗯嗯嗯 多生美大節 有點尷尬 對 不裝也不行 因為隨便的話 加油管 呃 不是加油管 就是把太長 把太長不是加油管太長 尷尬 然後這是行車記錄器的按鈕 好 那開機一下 炫砲一下 哇賽 龍脊椎喔 好不好 我不知道龍脊椎怎樣 然後這台的話 現在是二代嘛 所以它的開關 發動按鍵 在中間 常常會忘記 然後這是自動 啟瓶開關 然後這是手動 啟瓶開關 好然後 接著呢 就是 後鏡頭 好先來看後鏡頭 後鏡頭的話 一樣是坐在中間 不過我們這邊就沒有用菊花片了 再來 這邊還有一堆東西 嗯 這杯的3K彈簧 已經裝在裡面了 對 然後有我們的 輻射AK套餐 龍爪套餐 仔細看一下 龍爪 龍爪 我現在室內太熱 沒有辦法全部開燈 所以按了點 龍爪套餐 然後搭配AK50的卡鉗 再封重金屬油管一條 另外 碟盤的部分可架構 可不架構 如果你測試很新 要不要換碟盤 你開心就好 我們自己能直接上去讓你正常使用的 就自己 卡座 然後卡鉗 螃螺絲 安裝 然後再封重油管的一個套餐 不用8000塊 現場直接 名額有限 好啦 就現在來講話 老實講 市場上面看起來大部分有電駕車啦 整整買車的客人 他們能改的 我看 目前它的熱量不足 目前啦 還在行車階段 OKOK 好啦 那就這樣吧 裸地小質感 喔對了 那還是一樣提一下重點 重點部分 就是後輪 因為我們有把來電片稍微磨一下 不是磨肉 是磨它的骨架 所以它的順暢度好傷很多 OK 以上 就是這台 落地DRG2 然後匆匆忙忙的 趕快完工 因為我裡面晚上車子塞不下 我要趕快把車子處理出去 太可怕了 連我的代步車都借出去 OK 就這樣吧 有買龍兔的 龍兔 龍兔 買龍兔的 要改車的 要買龍兔也可以來這邊買 還要直接像這樣 在這邊買 落地改的也可以找我們 那你開清單 我們就幫你做好 OK 完美 可以去看我之前一代站的作品 改的蠻興奮 那我們自己那台DRG2在外面 因為東西還沒到 還沒全部到 所以還是靜在那邊 結果客人的尖叫 好爽 Fuck 這要等很久 真的 那天差還沒來 輪光還沒來 所以什麼事情不能做 Fuck